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 传道书一章12到18节 我是传道者 在耶路撒冷 做过以色列的王 我决心用智慧探求 考察天下发生的一切事 上帝给人类的担值是多么沉重啊 我观察了世上的一切事 一切都是空虚 等于捕风 弯曲的东西不能辨值 没有存在的事物不能数算 我对自己说 我是一个大人物 比任何一个 投掷过耶路撒冷的人 都有智慧 我知道智慧是什么 知识是什么 我决心辨明智慧和愚昧 知识和狂妄 但是我发现这也是捕风 智慧越多 烦恼越深 学问越薄 痛苦越大 今天所读的传道书第一章12到18节 作者以第一人称说出自己身份和对事事的看法 一般圣经学者公认圣经中的雅歌 真言 传道书的作者 都是所罗门王 而所罗门王在他年轻 充满活力热情时 写了雅歌 或者称歌中之歌 到了中年他累积人生的经历和智慧时 写了真言 晚年从享受过所有的荣华富贵后 他醒悟了 写了传道书 日光之下 一切的劳碌 与享受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什么也抓不到 这样的说法 或许出于社会底层的人士 想必被说成酸葡萄 没有间谍的论述 反观这样的结论是 由一位所谓世上权贵富豪 成功人士 有指标性的人物所说的话 确实令人震撼 所罗门王的国家版图很大 经济也非常的富裕 他没有因此骄傲自负 要大家来效法他 用我们一生来追求名利权势 反倒是在传道书的最后一章 他点出人的一生 最重要是要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命令 因为人的一生 最终都是虚空 捕风 除非我们敬畏神 与神有美好的关系 才能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人生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 或善或恶 连那最隐秘的事 上帝都要审判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能活着 乃是上帝所思的 一方面 我们应当好好享受生命 活得更有意义 另一方面 我们应当好好利用余生 敬畏上帝 活出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好叫我们的人生是 可以容神一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